台股近年表现优异 开放盘中领股交易 吸引投资人踊跃参与 总想买到标股赚大钱 投资理财 年轻人你做功课了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明家来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证券季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 董事长林炳辉 林董事长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而且我们非常特别的 今天同时邀请到原大头信 董事长刘中胜 刘董事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最近市场非常的混乱 整个投资市场大家会非常的担心 所以呢今天董事长要来跟大家聊聊 其实投资人在这个时间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思考自己 在市场上面的配置 所以我们可以请刘董事长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市场这样的乱法 我们在投资心情上要怎么样去理解呢 我想我讲两个观念 一个是短线保护长线 一个是长线保护短线 所以如果说是以长线保护短线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要定期定额 所以事实上市场在拉回的时候 你虽然价格P是往下的 但是你的Q是可以往上的 你可以同样的价格拿到更多的额度 在一个金额之下 那同样的短线保护长线的意思就是说 先前很多投资人觉得说股价已经偏高了 怕有追高的这个忧虑 但是这段时间有拉回 我想就以台股来讲 包括像本益比 包括像很多好的股票 它都跌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价位 所以短线保护长线的概念就是 买黑日后可以卖红 逢低买进的概念 那长线保护短线的概念就是说 不管行情进行周期性的涨跌 我们都还是长期维持纪律 以不停扣为原则 这两个交互来使用 来避免一些外在环境的一些不确定 或者是震荡 董事长跟大家提到的这个Q来保护P 这个在这个乱世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我们知道这种机会 基本上就是一个占职教育的功能 对于投资市场的学习的动态 其实是很关键的 所以像政绩会这样的社会大学角色 董事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政绩会对于理财教育上面的一些课程 我想政绩会主要的任务就是 承受主管机关的交付的重大的任务 对于投资人的教育做广宣 建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跟建立随时有风险意识 刘董事长讲的就是说如何从实物的操作 让投资人他对风险的意识 能够保持正确的观念 我想这个是很关键 同时政绩会也善用各种管道 比如说各种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用的网路 或是科技的管道 然后藉由这些管道让他们建立一些正确的投资观念 我觉得董事长跟大家提醒两件事 政绩会就是一个社会大学 政绩会开的课其实大家都应该要多关心 不是说只是去那边考证照对不对 董事长您最近有听说市场上有一个500元违约交割的案例 这个呢它其实只是一般投资人 我们听到这样案例的时候就发现它缺少的是一个专业知识 请刘董事长跟大家分享他在市场上的经验 我们再请林董事长这边跟大家讲 在上课上面您怎么样去强化 好我想投资是可长可久的 我们常常讲先求不伤身体再求疗效 那也千万不要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经常讲投资前请详院公开说明书 就是我们叫KYC跟KYP 那我想理财之前一定务必要先学习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所以我们常常讲不是给投资人鱼吃 而是要叫它钓鱼 甚至要把它带到有鱼钓得到的地方 因为你给它的鱼竿它会钓鱼 你把它丢到沙漠它还是没有办法钓到鱼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在台湾目前的这个投资人口分布里面 我堪称叫新微效曲线就是 很多比较资深的投资者目前进入的退休的阶段 他就是比较是着重配置买进持有等配息 那年轻族群进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会比较积极一点比较主动一点 那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观察到 台湾有很多这种所谓年轻小白 我们给它三个一个很重要的心法 一个是零股 就是你可以透过资金分散的方式 不要一次重压你的一个标的 尤其在资金的这个集中上面 第二个是存股 把时间分散我们叫不择时 第三个就透过ETF共同基金叫不择股 所以你把标的分散 时间分散 资金分散 维持长期纪律 详页公开说明书 了解风景之所在 我认为持盈保态就可以在理财的第一理路上面 就先订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日后我想来日方长 应该有机会参与到任何一个投资 不管是国内国外主动被动 传统另类或者是股票跟债券 都可以得到它一个长期的一个资本累积的效益 刚刚董事长跟大家提的这种几个方法当中 你还可以碰到各式各样的资产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经验的学习 对不对 所以不晓得林董事长 在政绩会这边的上课 或是在宣导的时候 这部分像违约交割这几个次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一般投资人 都没有记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吧 最近这个年轻人 这个小额的这种违约交割 的确是主管机关 我们各界大家都非常的关心跟重视 随着这个金融化的这种趋势 它存股的这种概念 也开放的 尤其像这个小额的零股的投资 甚至小额的这种基金的投资 透过各种的金融创新也都开放了 但是会造成的另外一个副作用 就是说年轻人门槛降低 他可以有很多机会 很多管道可以来进行投资 但是他的投资的理念 还有他的风险的意识 还没有建立 那事实上我们除了各个族群 尤其这个年轻人的理财的宣导之外 我们也深入校园 从这个学生 从基础的这个教育开始做 让这个年轻人在投入这个市场之前 先做好准备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对 其实董事长提到这个部分 就是帮在学校的在校生 帮他们开课 或是说政经会在做在职教育的 这种社会大学的功能 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凸显出来 政府其实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就是年轻人呢 我们一方面又希望 他们能够参与我们的投资市场 可是你真的是要有知识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知识性 这个问题就很大嘛 那我觉得应该是除了政经会之外 我们看到整个财经部会 其实是很重视 我不知道大家有一起来 做了什么事情 来让政府注入更大的资源 在金融这个教育 那除了政经会 政经会当然是针对这个像资本市场的一些宣导 还有这个教育 那其他的像金融研训院 还有保发中心 因为这个理财商品 不管是银行的基金 那股票 证券 还有保险 事实上这个都是对一个投资人来讲的 他必须要做整体的这种规划 那事实上就有这三个单位 那就是专门是特别的这个任务呢 就是在做这个建立呢 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正确的这种观念 那目前呢 当然就是推动的这个相当有成效了 但是呢 我想市场是千变万化 这个永远这个理财的这个观念跟风险的意识呢 永远是要不断的提醒 不断的再教育 那董事长其实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其实年轻人 他现在就是比较喜欢用这些金融科技的部分 就是说他可能用一些APP或什么 这个我觉得刘董事长 你们自己整个元大投信的平台上面 运用金融科技的方式 帮助这个投资人在做资产配置 或者是你在交易的时候 可不可以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对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想我过去业者 大概都是站在比较制造跟生产产品的角色 那像ETF他就可以选择 你选股的问题 像0050一次可以买50档的这个股票 但是现在的ETF的档数也超过200档了 所以你也会有选择ETF的问题 那现在很多的金融商品是核其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数位的转型 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配置的应用的解决方案 包括像APP 尤其是APP 它基本上是可以随时你带在身上 那现在对很多这样的一个配置 就可以走出传统的一次一档 可以进入到配置的叫一次多档 那传统的多次一档叫定期定额 可以走向多次多档 针对稳健积极保守 来针对不同的行情 不同的市场的情况 还有你本身对于风险 来进行交叉跟多元的使用 所以我想在所谓的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 如何提供更多 不管其实已经不一定是年轻人 包括很多退休族 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做到自己的基金的主人 或自己的退休理财规划的主人 那很有趣的 董事长您提到ETF这个部分 我记得林董事长跟我们聊过 他一直很想知道说 这个ETF跟主动基金之间到底怎么样去看 谁比较厉害 董事长您觉得呢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全世界发展的趋势 就像油电混合一样 它是一个hybrid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不做选择的 因为它各有其优点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缺点去包容 把它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所以我这边可以给很多的年轻朋友 或者是给大家建议就是 我们叫核心跟卫星的概念 如果核心是主动的 那卫星就可以踩被动的 因为被动它是比较交易导向 它可以灵活的交易的导向来配置 那主动的就是可以做长期持有 那同样的如果说你喜欢做核心是被动的 像005、00056 那主动的你就可以找到 攻击力很强的基金经理人来互为表里 那这里面基本上进入到 这样的一个整合投资的时代 我们就可以避免零和的概念 我们常常讲聪明的你是不做选择的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配置 刚刚提到的应用 那这样子就可以充分的灵活的利用 每一种金融标的跟金融工具的特色 来因应自己的需求达到最佳的配置 所以林总长您觉得 刘董事长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 你又要分散国内外 国内国外 您自己在资产配置上 是不是有遵循我们刘董事长 在这件事情上的建议 我想这个都一定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是主动被动 那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讲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充分应用的一个工具 事实上是可以 也可以做一些配置 那当然ETF或是基金 不管主动被动 事实上都是专家在操作 那我就对投资人来讲 我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专家 我们必须要对这个市场 充满着敬畏之心 那我们也看到刘董事长这边 您从零开始把ETF市场 在台湾整个这么蓬勃 那我们记得国外的机动机构 他们也说 发现台湾为什么ETF涨得这么快 因为都是有刘董事长这边来 把这个市场做一个健全的发展 所以董事长您在做这个ETF配置的时候 您对于自己在思考 就是你自己的财富理财观的时候 你有想到一些相关的事情吗 我想基本上 我的理解也是先了解风险之所在 再去追求所谓的可能未来的报酬 那我想其实今天也以我个人对理财的 这样一个看法 我认为台湾的整个市场在主管机关 包括像政机会等努力的发展之下 是具备一定的制度跟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力度 但是事实上我认为每一个投资者 包括我自己在看待不管产品的发展 跟产品的投资 还是要注意两个 一个是态度跟另外一个是程度 那态度就刚刚提到的 要先求不上身体再求疗效 这个不要追高杀低 但是我这边要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程度 我自己也是政机会训练出来的 因为我在过去担任专业角色的时候 也都在政机会上课 所以的确就是说 有很多的专业知识 它会与时俱进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何自己对本身 对风险跟报酬的了解的同时 也可以多多善用 像政机会这样的平台 不管是网站的 或者是线上的 甚至实体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也是一个来呼吁大家 可以多多来利用 这样的一个管道 来进行金融知识的提升 现在市场如此的混乱 可是两位董事长跟大家说了 你的态度跟你的程度 跟你是不是持续地 关注市场的动态 这就是一个投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跟获得的 最后您才知道 自己的财富是不是累积一生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两位董事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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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讯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